肖淑慎出现在中山区 身旁这位小嫩弟 更从下午就站在山省大同区家徘徊 好久不见的肖淑慎 见他一身销售 而身旁有一名年轻男子陪着 一起从肖淑慎的家中 搬出大包小包 再搭车到男生家 两人看起来关系匪浅 肖淑慎身边的良性男子 年约25岁 从事旅游业跟高尔夫球相关业务 过去还曾因为周杰伦 帮他遛狗登上了媒体版面 脸书上常常晒出跟美女 还有艺人的合照 不难看出交友广阔 他跟前妻结婚两年 有一个女儿 两人在八月离婚 离婚原因传出就是肖淑慎 良性男子在po出 跟肖淑慎合照后没多久 平面媒体就报道 前妻在脸书痛批男子劈腿 支持他不负责任欺骗隐瞒 恭喜你啊上报了 想红是不是啊恶心 并且酸语说 祝福你和肖阿姨 乔鼠胜2011年因为 吸食毒品入狱 出狱时爆肥到75公斤 随后积极拼复出 可惜发展不顺利 还曾经在住家闹亲生 如今因为小三话题 在登媒体版面 乔鼠胜透过经纪人回应 两人11月才认识 但男子八月就离婚 强调两人不是情侣 只是朋友 记者李慧前入恒台报道 还有次回见 第2回应 北京 北京 海丽 西 黑